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新闻可真是引人注目 首先是关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持关税的消息 欧盟在10月4日的投票中决定对中产电动车 施加为期五年的反补贴关税 这一举动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中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商务部随即发表声明 批评这一做法为保护主义 并表示这将影响双方的投资合作信心 接着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欧盟的这一决定不仅是对中国的回应 也是一场对自身竞争力的考验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警告 欧洲需要重启经济模式 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挑战 而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则表示 欧洲必须团结起来 否则将成为他人的棋子 看来这场贸易博弈 不仅关乎经济 还牵扯到国际政治的角力 而在另一边 乌克兰则指控俄军在战争中 处决了93名乌克兰战俘 这个数字 是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披露的 并指出大部分事件发生在今年 这些指控再次提醒我们 战争带来的悲剧 往往不仅仅是战场上的交锋 还有背后的人道危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彭博 欧盟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不是为了对抗 而是为了公平竞争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欧盟各成员国 在星期五 10月4日 举行的投票中 决定对中国产电动车 加征长达5年的反补贴关税 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也遭到北京当局的强烈反对 中国商务部 在欧盟投票做成决定之后 立即发表声明 指责欧盟保护主义做法部 公平 不合规 不合理 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加征关税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动摇和组织中国企业 对欧投资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 中国官媒新华社周六 发表时评批评欧方 对华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做法不公平 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严重背离 新华社说 此次反补贴调查 是在欧盟产业未申诉的情况下 由欧盟委员会主动发起的 缺乏业界普遍支持 成员国之间也存在巨大分歧 欧盟又设定了极高的推翻门槛 时评认为 欧盟的 保护主义做法 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欧方对华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做法不合规 但是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六发表的一篇报道说 欧盟决定动用其手中威力最大的工具 对付中国 即使对其勇气的一次检验 也加剧了中国报复和欧盟消费者和公司反弹的风险 报道虽然承认 欧盟此举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美国的影响 有意正面应对中国不公正贸易行为 但是依然认为 布鲁塞尔真正的意图 却是为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并提升欧洲自己的竞争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本周曾发出警告 欧洲的经济模式需要重启 而对美国和中国所做的更大国内投资和市场保护 不见则有可能构成对欧盟的现实威胁 彭博社引述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ACFR 亚洲事务主管 杨卡 欧特尔 詹克奥特 的话说 欧盟此次投票 标志着未来欧中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 他认为 成功履行关税规定将会使欧盟变得更为强大 使其保持应对市场扭曲 过于依赖 以及各个行业正在出现的安全挑战的势头 前欧洲央行行长 马里奥 德拉吉 Mario Draghi 上个月在公布一份外界期待已久的 有关竞争力的报告时 也表达了类似于马克龙的关切 他认为 欧盟如果不对其经济变革投资 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北京和华盛顿的竞争 那么就会面对 缓慢的痛苦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Kate 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声明说 中国电动车企 一直以 最大的诚意进行 合作 而且希望在世贸规则下 通过价格承诺和其他方式 合理解决分歧 欧盟中国商会也发表声明 呼吁双方 考虑谈判解决问题 彭博社引述德拉吉的话说 20年来 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慢于美国 而欧盟对中国建立在庞大补贴基础上的 扩张性产业计划 构成的挑战应对不利 其后果已经在一些关键的行业中表现出来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 也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欧盟GDP的国际贸易占比 高达50%左右 但是 彭博社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和原材料 争夺加剧 正在导致国际环境的恶化 这迫使欧盟重新考虑 调整其应对方法 彭博社认为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做出加征关税的决定 符合欧盟目前的政治取向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经济风险 欧盟在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通胀冲击之后 马上又进入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 这将很难避免消费者价格压力再次大幅回升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 哈贝克 Robert Haubeck 星期五在社媒上贴文说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场 而不是贸易战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现在需要谈判解决反补贴问题的原因 哈贝克表示 欧洲团结起来就很强大 一旦分裂就会成为别人的棋子 如果欧洲不做出一致反应 中国侵略性的工业战 也将在其他领域继续下去 欧洲团结在一起就很强大 而一旦分裂就会成为别人的棋子 如果欧洲不能一致做出反应 中国赋予侵略性的产业战 就会蔓延至其他产业 哈贝克说 基辅指控俄军在俄乌战争中 处决了93名乌军战俘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一名负责调查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 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执法官员表示 乌克兰已经记录了 有关93名乌克兰战俘遭处决的证据 这个最新的统计数字 是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 战争罪行调查部门负责人 尤里·别罗索夫 Yuri Belousov 星期五 10月4日 在一场实况电视谈话中提供的 现在我们掌握了我们93名战俘 在战场上被处死的信息 别罗索夫在乌克兰 Yedini Novini电视联播节目中指出 别罗索夫指出 处决战俘的事件 大约有80%发生在今年 但是相关的数字 自去年11月起就开始增多 因为 从那时起 俄国士兵对我们战俘的态度 发生了严重的恶化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 10月1日宣布 对被其称为 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 俄军对乌克兰战俘 最大规模的处决仪 是启动一项调查 根据总检察长办公室 发布的一份声明 俄军最近在顿涅茨克州 波克罗夫斯克 Pokrovsk 去尼古拉耶夫卡 迈克雷艾夫卡 村和苏克里 苏希 村附近 杀害了16名乌克兰战俘 多个电报频道上流传的视频 似乎显示 刚刚被俄军俘虏的乌克兰士兵 从一片树林中走出 在战俘们拍成一拍之后 俄军似乎向他们开火 没有死亡的乌克兰战俘身旁 用机关枪对他们近距离补枪 这些视频 没有得到独立方面的确认 根据国际人道法律 处决已投降的士兵 被视为战争罪行 乌克兰国会人权专员 德米特罗·鲁宾内兹 Demitro Lobinets 表示 他已经就乌克兰战俘被杀事件 与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进行了联络 并指出 俄军违反了有关战俘待遇的 日内瓦公约 其中记录了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间 至少有32名乌克兰战俘 在12件单独的事件中 遭到处决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eart tast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our flick Six-degree check Gotta talk about that Like a freezing che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To make it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